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去到那里比个威胁比二十一到四 但之前说超过六千必须接过十五腿 不过晓鸥我们去的时候看 里边他们有护官的吗那边 收饭的有没有 你去过他官方吗 他就十间是吧 我听他接过 是不是你们知道吧 他那几间官方 六间 六间 但是他说最近在散了一个气 刚装修完 哦装修完 六间官方没有护官的吗 他没说的 水电什么都开通了吗 应该都建了吧 那边应该也做完 他没有护官的吗 他主要怕你危险嘛 这个不是时间的问题 师父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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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也是怕你危险嘛 这个师父肯定同意啊 你休息啊 我师父不怕你在那 因为生理的解脱 实修这一块 我们要解脱一个本能 神经系统 所有的这个提脉会转化嘛 转化的时候 需要旁边有护官人员的 我觉得 你休得也蛮狠的 蛮精致 太有时候把自己逼的那种 所以一旦闭官了 全力以赴 又不吃又不喝的 现在不能啊 现在一不小心就那样 我就把你一下子 因为这个必须 他是很攀台而住 进不进也不松 这个状态还真是很难 大家都想 如果是客气求罪 尤其说拿出点时间闭官了 那在官方里就很精进 就是这个精进 有时候是 其实他是就迫切了想成道的心 这个这个就是他那个心 是迫切的想成佛 想解脱 想有个气脉可解 你知道这种迫切 就会导致偏 知道 太迫切了 我们的心 始终是平淡而住的 因为你心始终是如来嘛 你始终要安住在空性正见上 安住在空性正见上 听懂了 不是安住在你的气脉上 也不是 你安住在空性正见上 你就活成了空性 你安住在人力的之间上 你就活成了人力 气脉也是人力的认为 是吧 你有个人像才有气脉嘛 是吧 是不是 所以 可以比 但是我就是希望有人护持 最起码他能够随时通知出来信息 比如说官方里边 你如果一旦出现任何投涌啊 或者出现任何问题 你能里边有电话 什么 能到外边的师兄知道你在哪儿 你需要帮助 这个就可以 你要一点信息也投资不出来 有时候又在一个人在 他因为是新官方 他在我听说在半塞腰 有时候半塞腰 然后有点 我也没去看过 就是我 我知道他说空气 风景还不错 而且他刚刚开始装修完 可能里边的 是不是油气味啊 什么散没散 如果我们永远 逃避万元 然后坐在山洞里才能清净的话 始终这个功夫差了 对吧 但是在逃避能够 如果说是 我在山洞里 在官方里面能够入定 出来就不能入定了 这个也是不是功夫啊 第二在山洞里 当然有个好处就是 我屏避万元 我可以入入不动 这样有个突破 生里有个特急 这也是可以的啊 但是我还是觉得 我还是希望 护官人员到位 护官不到位 你在半塞腰闭关啊 塞里边 我塞也我不知道在哪座塞 我还是不能打你啊 嗯 他那一片是别墅区 就是多重的 我记得他那块没有房子的 就是在半塞腰 他另外离得远的 是还有一点距离 而且别墅区 人家大家都是住户 谁会少给他护官呢 是吧 他出来人家不知道 他砸了 闭关经验已经熟得很溜了 什么情况你都能自己搞定 如果你觉得自己还有点低功能 真的有时候很危险 有点危险 因为有一些外力在干扰 有时候会有外力 自己的肢戒症还有外力 自己稍微直接就感召外力 对吧 有一些 有后光也要好 就不要再发现 哪些位子 哪些地方 哪些地方 家里睡着 就像电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